11月29日 备受争议的游民强制送医政策实施一周年之际 纽约市长亚当斯当天向公众宣布接断成果 表示100名常住街头罹患严重精神疾病的游民中 已有54人从街头搬入了医院 数百名有潜在严重精神问题的游民也到医院接受了评估 超过70%的街头游民住进了游民所 大约1000名游民从游民所搬入了永久性住房 是2022年的两倍之多 纽约市自新冠疫情爆发后 街头罹患精神疾病的游民数量迅猛增多 成为潜在社会治安隐患 2022年11月29日亚当斯推出铁腕政策 要求无论游民是否自愿 市警、消防局、卫生局等一线人员 都可将无法自我照护 罹患精神疾病的游民 强制转送到医疗机构 在今年冬天之前 该市正在加强街头宣传工作 帮助所有流落街头的纽约人转向更安全 更健康的室内环境 沃尔玛公司多年来 一直是中国商品和供应链的一大买家 但是为了削减成本 并减少对中国单一供应链的过分依赖 沃尔玛正在从印度进口越来越多的商品 路透社11月29日援引查阅道的贸易数据报道说 作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商 沃尔玛今年1至8月 从印度进口的商品 占该公司全部进口的四分之一 而这一占比2018年只为2% 路透社援引数据公司 Import Yeti提供的货运提单的统计表示 同一时间 沃尔玛从中国进口的货物 已经从2018年80%的占比下跌至60% 但中国到目前为止 仍然是沃尔玛商品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不过 沃尔玛从中印两国进口商品总额的此销比涨说明 中国进口商品成本的升高 以及美中愈发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 正在推动美国公司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并增加从印度、泰国和越南等国的进口 谷歌准备从2023年12月1日起删除不活跃的Gmail账户 这一决定针对的是过去两年没有使用过的账户 届时 所有关联数据将被永久删除 包括电子邮件、Drive文件 文档、照片和联系人 会以及任何其他文件 据悉 此决定源于就账户更容易受到网络攻击 根据谷歌的内部数据与活跃账户相比 非活跃账户启用双重身份验证的可能性要低十倍 由于缺乏安全措施 较旧的账户更容易受到黑客攻击 此外 任何与不活跃的Gmail账户相关联的外部服务 也有被泄露的风险 为了解决这些担忧并保护用户数据 谷歌选择删除已休眠两年的账户 但是并不是所有非活跃账户都会立即删除 中国多地近期爆发 儿童支援体肺炎及其他呼吸道疾病 不仅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 而且也引发中国周边邻国和地区的关切与警觉 大批感染呼吸道疾病的儿童涌入医院 再次造成医院人满为患 当局一方面增设发热门诊 为患者看诊 另一方面则再次呼吁民众要戴上口罩并勤洗手 中国国家卫健委发言人米峰近日表示 中国近期爆发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以流感为主 此外还有鼻病毒、肺炎之原体、呼吸道荷包病毒、腺病毒等引起 分析认为 近期中国急性呼吸道疾病持续上升 与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有关 中文字幕提供